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答题中你就会答题了 我这个可见编写过程中的话 讲一份要点之后 结合这个要点 我要出题考大标 让你去理解 题都是在书上能找到这些知识点的 如果你看到这个识点不明白 不清楚 说明你过去看书不到位 所以要回去消化一下 好 下面我开始 我们把建筑工程实物的这个所有内容 我分了怎么几大模块 首先我们看模块一 建筑工程技术原理 这块内容主要是出选择题 同时它告诉你要侧重理解 应付后面的施工技术和管理 好 首先我们看 在我们指导书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建筑的分类与构成体系 在这里面它介绍了什么 是按规范规定 介绍了建筑的高度 高层和多层如何定义 它都是规定的 我这里说一下 我们书上讲到的 比如说建筑高度 建筑高度不大于多少多少 那么它表示什么 就是小于等于 不小于表示大于 这点要清楚了 我举个例子 这块内容我就不念了 你去看 比如说住宅的建筑 高度是27米 你说它是多层还是高层 答案是肯定的 是多层 那我再描述 住宅的高度是27.1米 它是多层还是高层 它是高层 所以把这个界线要画清楚 所以这块的规定都告诉你 你要清楚的 建筑高度计算 这些要点你要看 你是否掌握了 我这里呢 把这块的要点 给它做一个浓缩的总结 大家看一下 我画一个实际图 大家看 这是建筑的立面 这是史外地平 史外地平 这个建筑 平屋面的面层 有一个高度 有女儿墙 还有一个高度 突出雾面的附属建筑 还有一个高度 而这个附属建筑 上面还有一些附属的 比如说壁雷针 还有一个高度 史内地平在这个位置 这史内地平 也就正负零了 好 这么看一个立面 把这块的要点 大家总结看一下 首先 对于建筑而言 我们在算计算建筑高度的时候呢 起算点是从史外地平开始 史外地平开始 我们看第一种情况 这个建筑 有女儿墙 还有屏幕面 屏幕面 我们书上讲的是 防火规范的规定 防火规范规定是什么 起算点从史外地平 算到哪 不算到女儿墙 算到屏幕面的面层 这个高度 我要解释一下 有一些人问我 那么为什么有的书 讲的是要算到女儿墙的高度呢 我这里告诉大家 民用建筑设计统一规则中规定 有统一规范中规定 对于规划设计中 起算点是不变的 要算到女儿墙的高度 这就是H2 我这里特别说明一下啊 按防火规范规定 是算到屏幕面的面层 按照建筑设计统计标准规定 是算到女儿墙的高度 注意的 接着再看一下 就是这个突出屋顶的建筑 我画是一图 这是屏幕面 面积为S 面积 图书屋顶的附属建筑物 面积为S1 那么S1比上S 小于等于四分之一时 这个高度是不算的 如果大于四分之一 那么 起算点不变 就要算到什么 附属建筑的高度 这就是S3 要清楚 我们讲这三种计算方法 都指的是什么 非线高区 记住 非线高区 那么加个条件 比如说考试中说到了 某重点文物保护区 或飞机场附近 你看到这个描述值 它是线高区 起算点不变 算到哪 这个建筑的最高点 什么呢 BD真是最高点 那么就算到最高点 这就是S4 这个算法 这就是 线高区和非线高区的计算方法 那么我们看一下 我们加条件 加什么条件 只针对住宅 记住啊 只针对住宅 首层 是自行车库 层高小于等于2.2米 这一个条件 或者是什么 首层是一个半地下室 记住啊 是半地下室 突出室外地平 这个标高 这个高差 小于等于1.5米 只要是住宅 满足这两条件 认识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 起算点 这样 从哪算 从正负零算起 正确算法都一样 注意这一点 然后接着我们再引申一下 建筑层数的计算 有这两个条件的时候 之一 能建筑层数 记住 文化石一竹 这个自行车库 或者半地下室 不算建筑层数 这是从这一层 二层 三层 四层 五层 钻 铲体 把它记住 然后我们再看最复杂的 什么呢 坡地建筑 我画实际图 这坡地建筑呢 有台阶 在这建一个群体建筑 一 二 三 我们做一个泡面 泡面是这样的 这个群体建筑在这儿 一 二 三 有各自的史外地平 有各自的建筑高度 那么它怎么算建筑高度呢 我们加三个条件 一 这个建筑 一二三 都有符合防火规范的输散口 这第一个条件 第二条件 连接的这道墙 是防火墙 在墙上开的所有的门窗 洞口 都是防火门窗 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 在建筑的两端 有跟建筑平行的消防车道 满足这三个条件 该群体建筑的高度 分别计算 各自算法 算的方法又跟刚才一样 如果不满足这三个条件 任何一个条件 那么就要从最低点算计 算到建筑的最高 这就是建筑高度的计算 要清楚 把它掌握 那么接着我们再看另外一点 什么呢 把这个总结一下 一个是建筑高度计算 一个是建筑层数的计算 一个是陷高区 一个是非险高区 把它掌握 我们特别强调一下 刚才我们讲的有半地下室 还有呢 有自行车库的时候 记住它 只是针对住宅 纯住宅 纯住宅 算法就按它走 如果大家记住 假定首层 这个是商场 商场有自行车库 半地下室 记住 你看到这个描述是 商住两用住宅 那么这个计算点 不管这个算 还是从史外进行算 明白了吗 这块的点就在这 把这些掌握住 这是给它总结的 这块的要点的内功 做到 所以 把这个图看明白了 这些要点 你就知道了 我们特别强调一下 第三条 就是说建筑高度 超过100米的 民用建筑 它为超高层建筑 记住 一定要加避难层 基本点 第二个 防火规范 大家看我的图就明白了 按照防火规范规定 建筑分为两类 高层建筑两类 一类建筑是什么 就是住宅高度 大于54米的 它为一类 大于等于27米 小于54米的为二类 这种表格划分的 那么对于公共建筑来讲 一类的高层是什么 大于50米的 我们这个表格 后面这四五六这几条 你要记住 公共建筑高度 大于50米的为一类高层 而下面这个 不是按高度划分 是按什么呢 重要性划分 首先我们看 24米以上的部分 这什么意思呢 我画实际图 大家看一下 这是个公共建筑 本身的高度 比如说没有超过50米 但是它描述了 比如在这块开始 这个高度已经超过24米了 在超24米的任何一层 这个面积是超过1000平米 而且是什么 大家看到的是 电信 展览 商场 那么它也属于 这个建筑也属于一类高层 它不按总高度算了 那么接着再看第三条 按功能划分一类 比如说图书馆 省级的广播电视台 还有医疗建筑 老年建筑 等等 无论建筑多高 只要有这些功能 它都属于一类高层 大家记住 二类就简单了 这规定 那么建筑高度计算 刚才我们画的图 就把这个要点 东西做了总结 你回去消化一下 普通的建筑 起算点 从室外地平算起 但是对于住宅来讲 首层有半地下室 或者自行车库 满足刚才我们讲的条件时 建筑的起算点 是从政府零算起 注意它 按照防火规范规定 我们书上讲的防火规范 起算点有了之后 算到哪 算到屏幕面的面层 我加个条件 如果按照民用建筑 使一统一标准来算的话 是算到女儿强的定点 我们说上没写 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 这个计算掌握 建筑层数的计算 刚才我们说过了 还是一个条件 算层数是什么 自行车户和半地下室 是不算的 记住这点 好了 在这些要点理解之后 我出一道题 单选题 大家答一下 这道题大家看 我描述 某住宅底层为商场 地下室的顶板面标高为室内地平 室外地平标高负1.2米 平屋面标高27米 突出屋面的附属用房标高32米 面积150平米 屋面面积600平米 该建筑的高度是多少 我出的题是比较复杂的 是把这块的支点融在一起的 让你通过做这种题 了解一下整个建筑高度的计算 好 我们分析一下这道题 首先你看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 某住宅底层为商场 你看到这句话的时候呢 你就记住了 我们建筑的起算点是从哪算 别看后面讲什么条件 起算是从哪算 应该从史外地平算起 注意它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如果没有这句话 某住宅 就说某住宅 没有底层为商场时 那么这就要看下面条件 而你看下面条件 就是一个障眼法 模糊你的视线 考你的概念 你看 地下室顶板 就是有个地下室 这个地下室顶板 为室内地平 而室内地平和室外地平 差多少 1.2米 你就知道了 这是个半地下室 突出地面 小于1.5米 有一些人就看这个条件了 就认为干嘛呢 建筑高度起算点 是从什么 正不能算起 你就错了 先看第一点 底层为商场 不能按这个要求去走 这是考你的概念 那么平面的标高 27米 27米 突出雾面的附属用房 标高32米 那么我们知道 我们书上讲的是 按防火规范要求去走 那么起算点是室外地平 那你该算到哪 算到哪 平面的面层 而后面讲到的什么 突出雾面的附属用房 32米 标高 那么面积150平米 雾面面积为600平米 这个条件就告诉你 经过比较 你要考虑一下 这个附属用房的面积 150平米 它有雾面面积之比 多少 多少 你们算一下 是多少 150平米比上600平米 是多少 是不是正考四分之一 是不是四分之一 我们说过 小于等于四分之一 该建筑什么 附属建筑是不算的 高度 你要特别注意这个区别 经过这个分析之后 你说这道题答案应该是哪个 说一下答案是哪个 你要概念不清 概念不清 你看选A的答案是什么 33.2指的是什么 是附属用房 32米 比较高 再加上史外地平的1.2米 1.2米 就多少 33.2米 你就选择了A 对吗 很显然是错的 为什么 这个附属用房的面积 并没有超过雾面面积 四分之一 所以这个建筑是不算的 你再看选B 32米 32米指的什么概念 就是你混 你要了什么 就是住宅 有办地下室的时候 起算点是从哪算呢 是从证明算计 所以你就很显然的 就是什么 就证明算到那标高 就是32米 你又错了 为什么 前面有一句话 体层为商场 不能按照规定去走 再看一下C 28.2米指的是什么 就是平面的标高 27米 27米 那么 再加上什么呢 室外地平的高度 加1.2 就28.2 那么这个对不对 很显然 这个是对的 为什么 刨住刚才我们的条件 起算点 是从室外地平算起的 是要算到哪呢 平面的面层 所以27加上1.2 就28.2米 而再看一下呢 第27米 哪错了呢 就是 又是把前面这句话 底层为商场 它忽略了 起算点从室内地平算起 那么答案就是D 所以大家看到了 本集的答案应该是什么 C C 加上室外地平 这个高差1.2米 再加上平面面层27米 就是28.2 你答对了吗 所以这一道题 就把有关建筑高度计算的概念 全考虑 仔细看题 我这里说一下 国际上 包括我们国内的注册考试 现在强调一点 我出这道题的时候呢 就把学员 在这道题所设计的概念上 会犯哪些错误 都以出其的形式表达出来 你答A 就说明刚才我们讲的 什么概念错了 你就清楚了 你答B 什么概念错了 你答D 什么概念错了 那么全国考试 出来之后就知道了 在这个概念上 翻A的错误的 和B的错误和D的错误 分别占的比例是多少 就可以完全查出来了 大数据时代 就知道了 我们将来的继续教育 应该怎么侧重教育 这是出题 这里解释一下啊 你们今天看到 我出的题 都是比较复杂的 知识点的融合 真正实际考试的时候 没怎么复杂 我们既然是听课复习 我出的题就让你知道 真正这个知识点 将来它出的形式是什么 训练复杂 难度大点 英误考试就有 给大家做个解释 另外我做个解释 我们现在出选择题的时候 都强要 如果是让你选择数字的时候呢 我跟初级老师讲过 排序要不是从大到小排序 要不是从小到大排序 绝不允许跳着排 就这边 你不要在这找规律 我们有人不好好复习 就在找规律 他为什么跳着排呢 就在琢磨 这是瞎琢磨 好 这是我们强调的第一点 往下走 我们再给它总结一下 建筑设计的要求 这是一个简单题 建筑设计要求 我就把这大标题告诉大家 满足这样的五个要求 哪五个要求 满足建筑功能要求 符合总体规划要求 采用合理的技术措施 考虑建筑美观 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五点 这就是建筑设计的要求 好 往下 我们看一下建筑构造设计要求 这里的重点是什么 楼梯的构造 楼梯构造这里边 我把一些数字都告诉你 在这里面我们强调一点 我画个图 强调一下 楼梯是这样 大家看 我画一个平面 你掌握这样几个最基本的点 首先我们看一下 楼梯七段的宽度 我们用什么小臂来表示 多宽 这是要点 住宅是一米一 其他建筑是一米二 医院是一米三 那么这一米一怎么来的 你们听经济看 应该知道了 人站立行走时 宽度是零点五五米 所有的居住建筑的楼梯设计 要满足两股人流 直立能够通行 那么就是一米一 那好 这个理解之后呢 我们看 楼梯七段的宽度 你从哪算到哪 从哪算到哪 在你验收时 就要特别注意了 你要满足要求 你记住 扶手有个中心线 从扶手的中心线 算到你装修好的墙内平 这是楼梯七段的宽度 这种是装修好的墙内平 好 再看第二个尺度 修益平台的宽度 我们用大币来表示 多少 要求大于等于 楼梯踢转的宽度 而且不能小于多少 一米二 那我问大家 楼梯修益平台的宽度 是从哪算到哪 算到哪 您要验收的 扶手一定有一个外径 这个外径 到这个装修好的墙内平 这就是修益平台的宽度 我们书上没写 但是验收时 你要特别注意 那好 我出道题考大家 某楼梯踢断的宽度 一米一 那么该修益平台的宽度 至少应该多到 你答案就应该什么 不能一米一了 应该一米二 那么某医院 楼梯的踢断宽度 一米三 那么该平台的宽度 该多少呢 就是一米三 要大于等于 楼梯踢断的宽度 这两个尺度 你要记住 接着我们再看 看这个泡面 这个泡面 我们看一下 我们规范谈到的什么 修益平台之间的进购 要大于等于两米 两个楼梯段之间的进购 要大于等于什么 2.2米 这规定 我加条件 你会答题 两板是楼梯 这有梁 告诉你 这个梁突出板底的高度 假定是600 你就明白了 所有突出修益平台底下的构建 要求它的梁底 要大于等于两米 那么就问你 修益平台应该至少多高呢 应该多少 2.6米 这是它的空间的尺度 要记住 然后再加小尺度 踏步扶手上 顶面到踏步中心线 这个高度多少 900 我们加个条件 像幼儿园小学校 在450到600时候 再加一个扶手 考虑小孩的特点 那么到了顶层 扶手水平延伸的时候 我们延伸 扩大一个概念 所有的平台 水平扶手 水平扶手 它的高度应该多高呢 小于24米时 记住啊 小于24米时 它一个栏杆的高度 多少呢 1.05米 大于24米时 是1.1 而幼儿园学校 无论这个平台 具体面多高 都不能小于多少 1.2米 这几个尺度 是楼梯考试中的重点 你要掌握的 好 用这个图表达了 刚才我们讲的要点 所以楼梯的构造 大家注意看一下 几个基本点 你要清楚 旋转楼梯 一般不适合做 疏散楼梯 如果要做的话 靠近圆心扶手 25毫米处 这个踏步的宽度 不能小于220 后面几个尺度 我们都说过了 规定 强调了 那么大家注意一下呢 就是这几个基本要点 要清楚的 我们这里说一下 刚才讲的 多层住在水平扶手的高度 要大一等1.0米 高层是1.1米 幼儿园是1.2米 竖项栏杆 这间距要小于等于0.1米 最后一点 就是楼梯踏步的高度和宽度的关系 两倍的踏步高度 加上一倍踏步的宽度 等于600到620 这是怎么来的 我告诉大家 正常人水平走的一步的不符 就是600到620 我们楼梯的设计就按照这样 往上走 两倍的高度 加上宽度 要跟人水平走的一步不符 基本相近 这是舒适的 联系踏步不能超过18步 所以这些尺度 是我们楼梯出多选题 考试出题的点 你要清楚 那好 我出道题 考大家 楼梯平台下部有梁 该梁突出板的千锤高度 0.5米 上下楼梯平台的进高 应大于等于多少 这题会砸了吧 你要达2米 就忽略这个条件 你要达2.2米 是考虑什么 楼梯段的高度 你要达2.4米 不能满足板的进高 是大于等于2米 你要达D是对的 梁底的标高 要大于等于2.2米 那么平台进高就要多少 大于等于2.5米 要考虑这个梁的下标高度 答案就是D 你答对了吧 好 这是我们结合楼梯的这个支持点 抽的题 理解就简单 那好 我们继续走 看第二项 墙体的建筑构造 墙体建筑构造中 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 墙体建筑构造的设计原则是什么 就是说 结构梁板与外墙连接处 还有圈梁处 结构的变形引起外墙装修的开裂 记住 措施是什么 分缝处理 不要用网架墙 这就是原则 而第二条 外墙为内保温的时候 在窗过梁 结构梁板与外墙连接处 会产生冷桥的现象 记住啊 有的书叫热桥 这两个讲的是一样的 所以怎么处理 在内外 在楼板 这个处 内外做 保温处理 我把这两文字要求的要点 画一个图 大家看一下 这是现胶的钢筋 混凝土的梁板 这是外墙 我们结合这两点 说一下 外墙做任何装修的时候 您记住 钢筋 古林土的板与梁 在温度变化下的膨胀收缩 是水平错重的 它会造成这个位置 开裂 而我们的措施 用网加强 是抗不住的 应该用什么 分缝处理 这就是原则 第二点是讲的什么呢 你看 假定建筑做内保温 你看保温层 到了楼板上 是不是断掉了 那么冬季时 大量的冷量 顺着岛上吸入很大的 钢筋混凝土的梁和板 进入室内 就造成了靠近外墙 一米左右的这个楼板 温度低 当它第一时期 露点温度的时候 这个表面就会出现 截路返潮 这种现象叫做冷潮现象 有的书叫热潮现象 讲的是一样 那么怎么处理 记住 在楼板上下 做保温处理 然后再做装修 它就解决了 那么如果最初设计 采用外保温 它没有这个问题 所以这两个点 用这样的图 让大家理解 记住它 那么接着 我们再看一下 墙身的西部构造 这里面 我把总结起一个要点 勒角 防潮层 还有女儿墙 这些基本要求 我这个图要考量一下 大家看一下 它这块讲的什么电容呢 我画十一图 这是地面 正副灵 这是外面墙身 墙身 在这里面我们强调一点 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首先一个防潮层 在这个位置 它的位置在哪呢 负的 0.06 这个位置 这是散水 散水的作用 是防止地表水 进入墙下 影响基础 勒角作用 防止墙身的潮汐 通过墙身进入水内 而 大家看 这个勒角 这个勒角 勒角的作用干嘛呢 防止 雨水打到墙面上 造成墙面受潮 还要防止磕碰 这里的重点在什么 我不知道你们经常听过没听过 要求防潮层 勒角 和散水 要做成 闭合的防潮系统 而不是 数上是这样的 只要做七百 然后我们再加上条件 往往首层 是 同一层的地面 出现高差 比如说 大家看 这还有地面 同样首层 这正零 这高差 比如说 这块多少呢 有点无影 有高差的 都在首层 那么这时候大家注意了 这种新数增加一点 什么呢 你看这块的土壤 是不是也造成技术强烈 造成受潮 怎么办 我们说的要求了 在靠近土壤这一侧 也要做什么 防潮处理 全室内的防潮处理 然后这块最后 再做一个防潮送 等于你看一下 同样的室内地平 我这个防潮 就保证了 土壤的潮气 不会进入使命 这点要特别注意 就加一个垂直的防潮层 就在首层地面 出现高差时的做法 这点我特别再加上 要特别注意 你如果想要这个高度 泛水高度 这个很简单 突出 做完宝层的高度 大一等250压底 这是强身西部高度的要点 那么接着 第四个要点是什么 飞于承重强 它要解决什么功能 保温隔热 隔升防火防水防潮 有三个点要记住的 什么呢 青缸龙骨石膏板隔墙 要想隔震动升 天地龙骨 隔楼板接触之间 要加弹性阻尼的减震材料 记住 矿棉毡 岩棉毡太软不行 木板太硬不行 要弹性的相交法 第二点 就是作为分护箱 要想隔空气升的时候 要保证墙的厚度 大一等于多少 200毫米 你们记住 墙越厚越重 隔空气升的效果越好 但是它不隔震动升 震动升是震动传递的 而第三点 轻型气块墙要想抗震 这里有两点 高度三米时加圈梁 转角数 交接数 加构造柱 放强压筋 规定 这三条是出题的点 你要特别注意 好 我们出道题 考大家 你们先仔细审视题 然后你自己先选择答案 是哪个 好 我们看这道题 我们描述啊 北方某建筑节能设计 外墙采用了内保温做法 冬季时靠近外墙附近的楼板出现节路的原因是什么 这是描述 单选题四个答 A B C D 你看A的描述 冷桥造成此处温度高 B 保温层厚度不够 C 冷桥造成此处温度低 D 死外鱼血的温度 你要选择 我们这里讲一下 我曾经跟初期老师讲过课 我就说你们初期要保证 什么呢 描述完毕之后 A B C D 字数要尽可能一样 就在关键词上出现变化 不能有的A的答案 20个字 C B的答案 10个字 D的答案 两个字 这样不行 所以我们现在好多学员呢 不好好看书理解 老仔瞎琢磨 什么三长一短 B选短 这都什么概念 所以这道题你看到了 A和C的描述的字数是一样的 B和D的描述的字数是一样的 在这不要找规律 你要看 当然是这个 这道题刚才你要看完我的图 你就明白了 内保温到楼板那儿断掉了 冷桥现象是造成此处温度什么 是高吗 不是高 所以不能选择A 保温的厚度不够吗 不是 不是保温的厚度不够 那么D 室外雨雪深漏也不睡 这是楼板出现反潮节路 所以答案应该是C 冷桥造成此处的温度D 引起的节路反潮 我几个例子啊 有些学员是戴眼镜的 你在室外活动 冬季室外活动 回到家里 你的镜片是不是结成薄薄的一层雾水 为什么 你在室外活动时 镜片温度低 进入室内之后呢 湿热的空气吹到低温的表面 就会出现节路反潮 道理都在这 这种现象叫冷桥现象 造成此处温度D 引起的 所以这条题答案应该是哪个 什么 C 再出这条题 某气体建筑 室外地平标高 负1.2米 强深防潮层 负0.06米 勒角至少做多高 你看 他这里讲了四个数 0.7 0.76 1.04 1.2 做多高 回想我们刚刚讲到这个概念 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我回到刚才那个图 你们看一下 画一下 这是史内地平 这是墙深 这是散水 防潮层的位置 他告诉你了 打多少呢 负的0.06的位置 这是正负零 史外地平 大家看 是负的1.2米 这是勒角 做多高 你要按照书上 一般讲是 0.7米 你看 这两个高差是多少 你算上1.2米 那就是 1.04 你要做到 0.7 等于这边出现了缝隙 潮汐就进入墙深 是这样的 所以不能选0.7 0.76 也不对 还是不够 那么应该多少 1.04 你看 做到1.04 正好这颗差1.04 就做成了 闭合的防潮系 答案就应该是C 那有些答案1.2 对不对呢 如果我们有前面一个题 至少这两字 你选1.2也是对的 它超过了也是对的 但是 这个题 出题 你看到是 至少做多高 所以答案是唯一的 答案就是C 1.04 你答对了吗 所以要仔细看题 出题 我跟出题老说 出题要严谨 你要仔细去出题 答案排序 就是从小到大 排序 我们继续 看这条题 这条题是个多选题 我们知道多选题 是难度最大的 就是考你概念 好 我们看这条题 下列对非承重墙构造措施 描述错的是什么 记住 这条题问的是 描述错的是什么 对非承重墙 答案是A B C D E 好 我们看一下 字说你看基本一样 别打算是找规律 字说要基本一样 别打算是找规律 你们看A 骨架隔墙 记住骨架隔墙 隔壮击升 应在龙骨与楼板之间 加矿棉毡 对还是错 你判断 B骨架隔墙 隔壮击升 应在龙骨与楼板之间 加橡胶板 对还是错 C 分户墙和外墙隔空一升的厚度不能小于150毫米 对还是错 D 七块墙在高度4米处设置圈梁 转角处加构造处 对还是错 E 七块墙 沿高度方向 每0.6米加长度不小于1米的钢筋 对还是错 本题你要记住 他问的是错误的做法是什么 给你思考了10秒钟 我们看一下 我们刚才讲的支持点 就是告诉你怎么应答这个题 你看骨架隔墙 隔壮击升 龙骨和楼板之间要加什么 弹性阻尼的减震层 矿棉毡太软不行 没法隔震动升 所以A的做法是错误的 你要选 他问错误的法是什么 你要选 你还在看B 他们之间加橡胶板 这是弹性阻尼材料 这是对的 你不能选 记住啊 不能选 再看C 分物墙与外墙 隔空性的厚度 不能小于150 错 规范规定多少 是200 这是错法 你要选 然后D 七块墙要抗震 是在高度3米时加圈梁 不是4米 所以你要选 这是做法错误的 E 七块墙沿高度方向 是每0.5米 设置抢压机 不是0.6米 这就是错误 所以说 本题的错误的做法 选的就是 A C C D E 你选对了吗 选对了吗 我们虽然经常干嘛呢 出现这个错误 干嘛 做题中呢 老认为选择哪是正确来选 但你要仔细看 提议 我举个例子啊 当年我考注册见证师的时候 150道选择题 前50道都问 何者正确 就成了一个固定数位了 等答第51体时呢 不会答了 怎么答答不出来了 我说坏了 分不够了 不答了 坐着陈词了一会儿 突然一发现 他问的是 下列做法 何处错误 哦 马上明白了 回答了 所以记住 出击者很阴险毒辣 要特别注意这点 好 这是多选题 答题的思路 记住 多选题答题的一个原则是什么 就是说 知道哪个打哪个 千万不要去蒙 一蒙 满盘结束 注意这点 好 再看这条题 周杰克我们前上谈的内容 说的啊 建筑首层 内 内墙 两侧地面有高差 这个你明白了吧 所以好多时间看文字 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话头就告诉你了 首层地面 有高差的 应该在何处 设置防潮层 这样就考你了 你看ABCD 你先判断一下 A 在各自地面标高 负零点六 六米处设置防潮层 对还是错 B 在内墙接触土壤去 加设垂直防潮层 C 在较低处墙深 负零点六米处 设置防潮层 D 两道水平防潮层之间 加垂直防潮层 哪个度 好 我们最后分析 A的描述 在各自地面标高 零点六米处防潮层 是不是没有解决 高叉错落的一个墙面 跟土壤接触这个面 是不是还受潮汽影响 说A的描述是错的 我再次强调 这个题 我画一下墙深 这是这个地面的高叉 这是这个地面的高叉 这是墙深 注意 是不是算高叉了吗 A的描述是什么 在各自地面上 做水平防潮层 你看 这块是接触土壤的 是不是这块的土壤的潮汐 会接触墙深 所以A的描述是错的 你再看 B 在那一墙 接触土壤处 夹着防潮层 在这加 他只考虑是加了 没有考虑这个问题 不全面 也是错的 再看C 在脚低处强深 设置防潮层 这做了 这都不做 又错了 然后再看D 在两道水平防潮层 大家看 两道之间 这块再加垂直防潮层 这是最完整的答案 所以答案应该是什么 D 你明白了吗 所以有些人说 老师 您出的题太难了 我告诉大家 在训练中 我出的题并不难 是让你学会知识点的综合 而实际考中 经常考一个点 不定考哪个点 但是我这块的题 已经把这块 涵盖的有关 这方面内容的支点 全考你了 不会就看出 把我刚总结要点 好好看一下 好 这是刚才我们总结的 下面我们再看第三项 楼地面的建筑合照 这里的重点 我拿出一个来 就是不发火的地面 也叫做防暴地面 它有四点控制 一 面层的碎石要采用 大理石白云石 二 沙子要控制 所有的骨料控制 含泥量 不能超过3% 第三条 水泥要采用 普通的硅三原水泥 强度等级 不能小于4.5 第四条 面层的分割 嵌缝的条 不能采用 摩擦 产生火花的 也不能用金属条 这是防暴地面的控制 也就是说 考试中如果出现了 化学实验室 或者这个 这个房间 地面摩擦 不能产生火花的 这就是防暴地面 四点控制 然后再给大家总结的 防火门 防火窗 这个简单 分三级 加一品三级 耐火极限是多少 而防火门 防火墙开门 是甲级的 我这个总结 什么叫用甲级防火门 在防火墙上 开的门是甲级防火门 而楼梯间的疏散门 是一级的 竖向管道 警的检查门 是丙级的 这是给大家延伸的 应用范围 防火门是平开门 朝疏散方向开启 别打朝外开 注意这点 另外一个要点 就是什么 变形凤处的防火门 设在楼层处 较高一侧 开启时 不能跨越变形凤 我们知道书站是不是从高仿提搜 所以书站门是靠在高层这一层 基本要点 好 我出道题考大家 这题应该回答了吧 掌握知识点的回答了 我这里为什么要马上出这道题 告诉大家 当你看题的时候 首先判断他在考我什么知识点 你要明白他要考你什么知识点 你答题就顺了 我们现在犯什么错误呢 看到题的描述 不知道在考什么知识点 就开始下答 你看这道题 某化学实验室 采用限制水磨石的地面 你记住啊 这是我们常规做法的 限制水磨石的构道是什么原因 就是把碎石做成非常小的颗粒 小的颗粒 然后呢 跟水泥半个在一起 浇筑 浇筑完之后呢 当这个地面强度 一般达到设计强度 75%以上时 用打磨去打磨 这就是水磨石的做法 这个做法实际上是个非常非常 什么 很有特点的做法 过去我们建议很多的采用水磨石 做出各种拼额的图案 非常好看 但是这多年都不用了 实际上水磨石有非常好的地面做法 所以它的碎石 你就明白了 应该选上什么石头 磨砂不能产生火花了 什么石 大理石 白银石 那么大明天做石标 千锋呢 千锋不能用什么 金属销 而水泥用什么水泥 沙子控成了含泥量 你这几个字也明白了 你看志小提你回答了 这是多选题 志小提问你什么 做法 何者错误 答一下吧 你们自己看 A B C D E 选一下 首先看A 面层的碎石采用白银石 对还是错 它是对的 B 面层的碎石采用滑岗石 对吗 不行 它坚硬摩擦容易产生火花 本地问的是何者做法错误 所以你要B这做法是错误的 要选 然后C控制沙子含泥量 小于等于5% 错了 应该控多少 3% 这个做法又是错的 而水泥要采用矿扎锅水泥 错了吧 要选用硅杉盐水泥 这做法又是错 面层的分割嵌条采用铜条 摩擦是不是产生火花了 又是错 本题的多显情问你 做法何者错 B C D E 就是错 你答对了吗 注意点 好 这是我们看到的 点字幕OW NAMAS ah